謝謝主席 我們本院各位委員 還有我們老委會各位長官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主席,我麻煩請我們王主委 主委,我今天有兩個重點 跟你來探討 那還沒有探討之前 我剛剛聽幾位委員 在談了一些很重要的問題 其實我平常為什麼不注意到 你想這個派遣的勞工 有這麼多人 結果呢 我們那一種派遣公司 他的這一個契約 他跟勞工的契約 我們有沒有去做勞動檢查 一定沒有嘛 你用哪一個法言呢 我請問你一下 你根本現在也沒有派遣法 你沒有派遣法,你有辦法先出派遣勞工 然後呢,你又用哪一條 你用對一手 去幫人做這個勞動檢查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在五月的時候其實有對勞動派遣的部分做了一個檢查 那主要是因為 目前的派遣公司 以及哪一條法令 它有勞動基準法適用 所以我們就按照勞動基準法相關的規定來科派遣公司 雇主應盡的責任跟義務 那依照這個規定來做勞動檢查 太牽強了啦 太過頭牽強了 我一直在跟你們說 你們如果說 沒有這個能力做 或是怕得罪人的話 會害死很多最弱勢的勞工 我真的跟你們說 因為今天好像是負責的副主委沒來 那我也不便說什麼 不過 真的 如果再繼續下去 會很嚴重 會很嚴重 兩個探討的議題 我先來探討 跟剛剛這個議題有關的 我們現在 人家說 社會 人家那個那個 一份美 是百份人 派遣勞工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 又來了一個 剛剛我們有委員稍微提到 賈成懶真僱用 現在不簡單 現在我們的社會勞工搖身一變 變成僱主 大家都是承包商 每一個人都是 都變成老闆就對了 因為他去印頭路時 他老闆的新聞 這包這個工作 主委啊 你能做事不管嗎 我們一定會處理 就是有關於 你能做事不管嗎 用承軟的方式來行 雇佣之死的部分 他的確是違反法令的規定 我們會查處 這個是更惡毒 你現在掌握到 有這樣的一個行為的 工部門師部門 有多少 有多少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目前針對 上次 委員所檢舉到的 包括有一些事業單位 國營企業單位 對我們現在目前已經發照給地方政府來做查處 然後我們也會去跟公共工程委員會 就我們在招 呃 勞務外包的情況 或者在政府採購法的勞務 外包這個情況怎麼樣就這個議題 來做一些處理 這一個勞務外包 跟這一個 自然人承軟工作 是不一樣的喔 勞務外包 他就是類似那種派遣公司 對不對 這個是不一樣的 你聽清楚嗎 有啦 因為他勞務外包是包給一家公司 他現在是包給一個人 所以就會有這種 現在我們台灣一個精怪的現象 他都人在怕 在路上走以前都是失業勞工 大家是私粉落魄 現在在路上走的每一個都是大老闆 因為他都可以用自己一個人 就可以去承包工作 然後呢 他沒有勞保 沒有健保 是 真的是 一個社會的一個邊緣人 邊緣勞工 我本來要我的處理做了兩塊牌子 結果給我用不住 做得太大 我是要拿 就像那個黑白無常 我們現在台灣的勞工很可憐 就像黑白無常 郭文使者 這邊就是派遣勞工 這邊就是承軟工 主委 我對你的能力 對你投入的心力 我非常的肯定 尤其是八八水災的時候 我們幾乎每一天都在災區相見 我看你那種拼命三郎的那種狠徑 讓我感動 但是呢 這一件事情 你如果做事不管的話 我一定跟你做對到底 派遣勞工的問題 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說 你們沒辦法好解決 現在又說一個什麼 什麼叫做承軟工 搞得是不像 這是什麼社會啊 那我們以後都沒有失業力了 你最快 也不要派遣勞工 每一個都讓他自然忍去承軟工作 大家都老闆 哪有什麼失業力 我請問各位 這樣子我們台灣還有失業力嗎 所以主委啊 你是不是也 也來發表你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好不好 非常非常謝謝委員垂詢 我也跟委員有同樣的感受跟想法 所以我跟委員做承諾 就是說有關於勞動派遣的議題 我們在明年的時候 如果快的話 我們希望在二月的時候 能夠有個草案 如果慢 就是再下去的那個會期 我們一定會就派遣的議題 做一個正式的處理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 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有關於自然人承軟的這樣一個現象 我們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跟我們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就這個議題在整個制度面的部分 去做處理 那個案部分 我們會請地方政府來查處 好 給你打五十分 我聽不懂 所以我們還是繼續會來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再回來探討我們老委會本身 我們老委會不是沒事的 可能還不敢明目張膽做到自然忍的承軟 但是呢 我們的派遣勞工也不少 而且天大的一個笑話 今年台灣如果要類為第一個笑話 那絕對是現在本人所講出來 從我嘴巴裡面講出來這個笑話 一定可以讓你們每一天吃飽飯以後 想了以後還會再晚而一笑 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的執訓局 我們的就業輔導中心 發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竟然是用派遣勞工 所謂的派遣勞工就是 我今天做做明天才不一定有工作的人 在輔導失業勞工 這樣你們聽不懂 這個是一個你們可能是現在聽了以後是冷笑話 等一等你們議會以後就會覺得可以給你笑三年左右 你一個隨時沒工作的人 在就業輔導站 在輔導每一天去就業輔導站登記失業勞工 要幫他們幫忙找工作 你們如果有這個機會 去做財產的勞工 你不去做 你來做留委會執訓局 就業輔導站的一個臨時工 一個派遣勞工 有多少人? 主委啊 1382人 既然你們勞委會 都有這麼多一千多人的這個編制外的所謂的派遣勞工 那為什麼這一些派遣勞工 你們沒有設定一個法來保障他們呢? 你不覺得這個很好笑嗎? 不覺得很矛盾嗎?主委 是 根本報告就說的確是有 老外包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真的是 我救人之後也發現有這樣的狀況 我自己為了這件事情也跑了好幾次 我們的人事行政局 那我們的確是工作量非常大 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力 可是人事行政局呢 基於所謂的公務機關的受生的關係 有人事精簡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原諾管控的一個制度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做 所以金布你就沒辦法去糾正 用別的公部門他們去用派遣勞工嘛 因為我們自己就在做 我們要怎麼去糾正別的單位 他去找那麼多的派遣勞工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跟委員做承諾 就是說我們會在明年 針對有關派遣勞工的這一塊 在整個權益的保障的這一塊 我們一定會在制度上面做處理 主委啊我如果跟你指定說 我如果跟你指定說 好 你現在這一個 這個預算 我要指定幫你刪 你要怎麼辦 沒有這1382個人 你要怎麼辦 你這一個工作是經常性的工作呢 經常性的工作怎麼可以用臨時工 主委啊 當然不是 因為你現在開始 你也很無奈 剛剛有一些委員問的也很無奈 事實上我也說得很無奈 不過 事情總要解決 你沒有辦法渡解派遣勞工 你就要去保護他們 是 你這樣聽到有意思嗎 我們完全遵照委員的意見 我們尚可接受 要這麼可以接受 你這個過渡時期的派遣勞工 你這個什麼自然人承籃 我跟你說 如果你們不告的話 放我來告發你 好不好 是我們會去處理 這個覺得不容許發生 因為他沒有勞保沒有健保 大家都在做老闆 開玩笑嘛對不對 好第二個重點 主委啊 你變這個二十億 現在大家都會會揚揚在說 說這二十億來補助 我剛剛有講的 主計處也在這邊 這二十億你們編列說 擠壓到社會福預算 社會福利的預算 有沒有這麼一回事 跟委員報告 我們老委會的預算 我上次為什麼會講 不拿白不拿 他是在我們整個老委會 所有的預算之外 主計處另外再加給我們的 而且這筆錢最後其實是進到 勞保基金裡面 我從來沒有聽過說主計處有這麼好康的 特別都錢都不給人 怎麼會對你特別好 還給你補拿白不拿 還有這二十個給你 你跟他私交比較好嗎 你跟那個蘇素梅主計長 你跟他的私交比較好一點嗎 沒有跟委員報告 這其實是從民國七十九年勞健保欠費以來 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 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認真嚴肅的面對來解決它 然後透過強制執行事實上 也都沒有辦法能夠拿回來 然後勞保的財務缺口又這麼的大 那總是要有人願意面對來解決這件事情 要你澄清是不是擠壓社會無預算 沒有沒有完全沒有擠壓到我們的預算 那沒有就好了 接下來很嚴重的問題 好 ECFA ECFA ECFA我剛剛聽了 會影響到三千四百七十多家的企業 將有十幾萬人會受審 然後呢我們主委說 還有很多的勞工會受益 我從來沒有聽過 所以這個問題要好好去探討 但是呢 我現在要探討的是主委你有說 你說要含這個國貿局 要編這個預算 到底你這個基金你要多少 你要多少 你要編多少 跟委員報告 因為國貿局本來有預算就是希望有編一個350億的基金 那我們希望在國貿局處理這塊議題的時候 350億的基金 我從來沒有聽過經濟部說在編內這個什麼特別預算 有編給我們勞工的呢 好像沒有 我們目前還在跟經濟部 我們希望能夠跟他共加用 好接下來 WTO的時候我想請問我們主委 政府編列多少預算 來補助我們受審的農民 你知道嗎 WTO的時候 我當時不在場 但我事後聽說是一千一千億 一千五百億 我事後聽說 農民三百零五萬人 勞工八百八十萬人 農民一千五百億 結果勞工 目前你所知道的只有三百五十億 我們情何以堪啊 我在跟你講 也不是只有一千五百億 他到最後又編了一個 所謂的農村再生條例 兩千億 總共有三千五百億 現在邀哥在編 邀哥每一年都在編 總共十年 農民三百零五萬人 勞工八百八十五萬 結果農民是三千五百億 我們勞工竟然目前 可以說是零 你的三百五十億 人是要給這三千四百七十億 絕對沒有所謂的勞工 所以我要跟主委您報告 如果這件事情 你不好好的去處理的話 我想 你會很難過 好不好 因為 絕對 絕對是不可能 六港八百八十萬人 不要什麼事情 都把勞工看成說 這個是 這個 雖然應付就好 什麼東西 我們有錢 大家都要來搶 結果 我們要跟人家去要錢 沒有人騎手去拿我們套 這個是對的嗎 主委 你是正義之士啦 苦口婆心啦 好不好